香港反送中運動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旅居加拿大的香港前中共地下黨員發表文章指出 香港警隊內部已經組成了若干的黨組織 可能多數在高層警官中 香港的警權早已經被中共地下黨所奪取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三個多月 這段時間數百萬人走上街頭 香港很多地區爆發數場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 警方以催淚彈武力鎮壓群眾 民眾手持雨傘堅守 而這些所有的抗爭只因為香港政府不作為 不回應訴求 甚至把香港市民的和平抗爭當作暴民對待 8月5號 反送中三霸行動在多地的示威發生暴力衝突 其中在港島北角 一群福建幫分子持長棍攻擊示威者反被包圍 忙碌流傳一份錄音檔 對話內容是 中共雇佣福建幫和廣東善委的人去香港打反送中遊行示威者 一人一天1200元 頂投的一天8000元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還聲稱後面有國家撐腰 14億廣大民眾支持 民眾質疑到底是誰在搞暴動 企圖搞亂香港 旅居加拿大的自由作家梁木賢現年79歲 曾是中共地下黨員 林彪事件後於1974年決議移民加拿大 並脫離共產黨 梁木賢最近發表評論 指出香港警隊內部已經組成若干黨組織 可能多數在高層警官中 香港警權早已經被中共地下黨所奪取 梁木賢還爆料說 香港工委書記王志民得到上級支持 沿用共產黨利來鐵腕鎮壓的手法去解決香港問題 狠狠毒打 大肆濫捕 嚴苛懲治 粉碎反抗者是共產黨人的信條 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為畢竟有大多數人並不了解這些情況 現在香港所面對的呢 不僅僅是林鄭月娥這樣的一個當地的 被共產黨指派的官員 而是香港現在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共暴政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中共現在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對付香港 8月6號晚間 香港進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 射深水部購買10支觀星用激光筆後 遭到5名休假警員在鴨寮街附近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逮捕 有網友說 香港警方開記者會解釋原因漏洞百出 第一 警方無法解釋5名下班警員 為何一起便衣跟著學生領袖 第二 警方認定激光筆是攻擊性武器 但又稱不是專家 沒有進行過測試 第三 警方掩飾用激光筆近距離 燃燒值 是所有激光筆能做到的 第四 任何激光筆的銷售 都沒有警示為攻擊性武器 香港12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 強烈譴責港警捏造罪名濫不無辜 要求立即釋放方仲賢 聲明也批評港府明顯打壓學界 試圖散播白色恐怖 他說你有罪你就有罪了 你說說一句 他的鬥臉 《紐約時報》中文網指出 中共政府在堅決實行一個毫不掩飾的雙重標準 基本支持警方暴力執法 需要時可由由組織犯罪提供支持 同時又惡毒的譴責抗議者 儘管他們進行的是和平抗議 從最近幾次遊行中 港警不難看出 港府、警方和當地黑幫 乃至北京當局之間的邪惡關聯 甚至是相互配合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認為 如果共產黨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來對香港市民的反抗 進行鎮壓 那麼有東方之珠稱號的香港自由港 將會成為一個死港 香港現在無論怎麼演變 共產黨都已經輸了 針對香港持續反送中的抗爭 越來越擴大規模以及提升緊張情勢 已經有多個國家對香港提升旅遊警示 到高度警戒